群众回舞国旗欢欣鼓舞迎接第三批以色列人质返国 获释者专车穿梭人群受到如巨星般的欢迎 第三批获释的17名人质包括三位泰国公民 一位俄罗斯公民以及首位被释放的美国公民 四岁小女孩艾比盖尔 美国总统拜登还亲自召开记者会宣布他承获自由的好消息 拜登借由人质的经历和创伤向以色列政府喊话 呼吁延长停火挽救更多人命 为期四天的停火协议将在二十八号到期 不过哈马斯一方似乎认为时间太短 有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已通知调停者 希望能再延长停火二到四天 作为召唤条件愿意每天释放多达十名人质 不过这项提议目前看来很难被以色列接受 发誓重返加萨彻底消灭敌军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不只撂狠话 更在停火到其前一天倾覆边界向部队精神喊话 同一时间哈马斯也证实旗下武装侧翼 卡萨姆旅北部指挥官甘杜尔和另外三名领导人 在一场时间地点不明的攻击中丧生 成为开战来最高阶殉职官员 华语新闻谢忠岳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